上一集讲了流言飞弹想要顺利 最需要的就是有很多高智力的人才 不过纯牌智力的名字也没什么意思 大家打开游戏看就好了 所以这集除了智力之外 也会考虑特技效果是不是称得上智者 综合智力和特技两者的应用 专注战场上激略的好用程度 实战中最实用的Top20 有些持有相同特技 智力没差距太多 或是智力影响不大会归类成同一名 不会去细分 留更多机会给其他人 另外为了精彩度 这集会加入平常没算尽的古代武将 加码第21名张松 明知道对手比你聪明还硬要去晕 我相信多数时候不会有人想这么做 没有天天在过年的 20名贾许姜维 我知道他很饥肋 但至少至少贾许他还是有他的高光时刻 经典的常在副将里 反计火计急破张合 19名规律持有者5人 18名成卓持有者5人 只有成卓我就喂爆你 只有规律我就混乱你 所以不管是成卓还是规律 只有一个都不是特别好用 两个凑一起才好用 17名礼姬 史诗武将的妙计持有人元素问题是智力太低 实用性不佳 礼姬就不一样了 94智力的妙计很接近深谋 想让秘技妙计不积乐 可以在资讯栏点这集 16名法阵凯良 一种有伤害输出的激略 成功时除了伤害不差外 也会让对手掉气 还有几率让对手混乱晕住 15名成灯徐氏 内论是个输出上限极高的激略 尽可能找保证激略暴击的特技合并使用 因为如果暴击的话 内容不只打隔壁一支部队 是周边每队都打 除了打伤队友外 也会吃到来自每队队友的反击伤害 非常适合用在高攻击的部队 这样周边部队死越惨 14名成规周方 弊中的卫暴很适合拿来长期玩弄电脑 看是要让回家逼对手重出部队 还是要让他在场上折翻跑 13名司马懿 前面妙计还要看智力 圣某不用只要激略成功九次会暴击 之前在神算圣某叙事大比拼有详细介绍过 12名论客持有者无人 尤其是张仪 论客用的巧其实很强 不费一兵一组 就可以强迫对手跟你舍战哪集 可惜的是只有对电脑视力才有效 11名寻优柱格克假冲马素 智力对他们来讲影响相对小 最重要的还是激略消耗气力1的功能 这边给他们同名字 让出更多机会给其他人 第10名周瑜 全311能不中周瑜火技的没几人 而且火神是全311唯一可以把火技当稳定输出在用的武将 因此周瑜可以说是除了射手外 最能在森林发挥作用的弩兵 不愧是火系法师啊 不过输出归输出 在智者这份排名影响力远不如晕记必中使用 第9名李辉 智力虽然不是特别高 但是必中必晕让李辉实战非常好用 专门找笨部队下手 让李辉战更有优势 控场能力更好 第8名庞桶 激略成功的时候可以波及旁边的部队 也就是连续使用两次激略 但要成功才会触发第二次激略 偏偏庞桶的激略不是必定成功 所以庞桶适合搭配必中型激略特技 压制力超棒 第7名貂蝉真士 对每女生的部队激略成功率两倍 是最适合以下犯上的激略特技 也就是说张松秘技有希望啦 秘技的问题就是想要让比自己聪明的人 重技成功率太低 那么有了倾国 事情就越来越有趣了呢 第6名蒋万夏侯令女 明镜就是成卓加规律 只有成卓或是只有规律都有破绽 两个特技合二为一 就会让部队几乎不会中激略晕记 除了伏兵 不过伏兵就算成功也不等于一定会晕 第5名赵云 升级版明镜 什么计谋都不会中 这比智力100的神算诸葛亮张良还厉害了 如果是打电脑会觉得这个特技很废 因为电脑操作太蠢 玩家对战就不一样了 洞察赵云在场上就是横着走 想去哪就去哪 别想用任何剂略对付他 第4名国家陆训武器终会 手长就是强 计谋想得比你远就是比你强 配合生活计甚至能从水上烧到长沙炉浆江江凌晨 第3名曹操最直接的软空晕记 可以晕住大多数的武将 相信是多数新手玩家最常用的爱将之一 使用起来方便简单 虚实没有暴击效果 可以搭配任何一种会暴击的特技 增加压制力 接下来第2名世卫 上知天文下知瘫痪的虚实 孙病 其实我就是为了讲这句话才加入古代武将来比的 智力98的虚实 全311只有两人不能晕 就算算上古代武将也只有五人不能晕 第1名不用想啦 就是诸葛亮张良 神算等于虚实加深某加看破 一个特技等于三个特技 神算就是这么强 遇到他们两位 要嘛找洞察明进程着规律这种特技方法 要嘛用猛者拖拉让他们心智受伤 让他们智力降下来 我方智力比他们高就不会被保证晕 也是让看破失效 或是把武将智力练到100 这样神算的虚实效果就没了